投资20亿欧元建厂 宁德时代再次被传出喊 原标题 投资20亿欧元建厂 12月22日 据波兰商业卖动报报道 为了向德国出售电池产品 宁德时代计划在波兰投资20亿欧元建设工厂 对此消息 宁德时代对《正确日报》记者表示 不予置评 在今年10月 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 EHK ClassVent Solutions宣布与宁德 时代签署电池供应协议 彼时就有消息称 双方考虑在美国合作建造一家电池工厂 以实现本土化生产 2018年 宁德时代与德国图林根州州政府签署投资协议 拟投资2.4亿欧元 在图林根州埃尔福特市设立电池生产基地 及智能制造技术研发中心 不过彼时 宁德时代主要针对 向宝马汽车为主的欧洲车企客户提供服务 业内人士认为 眼下特斯拉的柏林工厂投产在即 连产60万辆汽车的目标 将对电池供应提出更迫切需求 行业分析师默科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理论上看 宁德时代在波兰建设工厂是有可能的 数据显示 2021年1月份至6月份 中国锂离子电池出口额达到114.69亿美元 彭比增长83.31% 出口数量达到13.92亿克 彭比增长66.49% 根据SN1未色吃的预测 到2023年 全球电动汽车对动力电池的需求达406GWH 而动力电池供应预计为335GWH 缺口约18% 到2025年 这一缺口将扩大到约40% 今年以来包括等国内电池厂都已落子欧洲